一句话各位超前看不开这张就有问题 一句话就压下来了 说的什么呀 他当时这样啊 唱完以后一番没 一场无情的大火转去了我的床面 从小就喜欢相声的王子健师从侯耀华 2000年他和好友张伯鑫一起创建了相声第二班 2011年因张伯鑫的推出 王子健被推举成新班主 亚说这班主当的那是相当的敬业 这部接受采访时还不忘为9月20号 即将到来的北京剧场今年演出做起了广告 但是呢就是好多观众也都一直在微博上 包括各种方法问说哪天哪天你在 或者哪天你不在 然后现在能跟大家说的就是 9月20号在北京剧院的北京剧场的 这个这个这个专场演出 我是一定会在而且会演两段 现如今相声圈里不乏年轻有为的80后新秀 比如1984年的王子健和年纪稍长一些的白凯男贾玲 也有年轻几岁的曹银金搞小攀 设计这些年纪先访的同行们 王子健依旧不是言辞犀利的本色 现在北京小剧场每周能看到的相声演员 我觉得就是很少有我这我这个咱们也不是自吹啊 就是这种级别的艺人在演了 怎么样观众来看你的不去看别人的 他看过我的基本也都看不了别人的 又得罪人 我们的观众呢 基本上就是你按说是跟其他相声员的观众不一样 可能文化水平要再高一点吧